请不吝点 喝点水吧 再过二十里路 就到太原了 郡主 咱们这次回去 拿渐王老儿 应该是大摆阵仗 供应前朝皇女才对啊 领着前朝皇女的身份 回晋国 是福是祸 还不一定 那 郡主何意 难道你认为 区区一个女子 晋国的重臣和六军将士 会心甘请愿地 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 前朝皇女 俯首称臣 毕竟 对晋王有恩的是前朝 而非我马摘兴 那老头的效忠之心 也许曾经是真的 但或许 已被权威所吞噬 马摘兴 你这前朝皇女 前途堪忧了 放心 我早已有对策 我早已被权威所吞噬 是什么 到时你便知 算算时日 此刻伯王应该已经抵达敌国 借兵破局的坏消息 该让那个苟皇帝 气到吐血了吧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父皇 儿臣 住嘴 朕现在不想见到你 有朕 有朕 朕的亲儿子 有朕 有朕 太医 快 看看朕的儿子 三殿下 三殿下 莫要放在心上 陛下听闻四殿下出事 一大早 就命太医院全体待命 望三殿下 还要多多体谅 陛下焦急万分的心情啊 是本王的过失 没有保护好四弟 不 他怎么了 你们给朕说话 回禀陛下 臣 臣等无能 查不出病因 望陛下恕罪 滚 朕儿 父皇 儿臣知道一人 能救四弟 难得等什么 快失找 但要父皇的口谕 才能将此人带来 去 就说朕叫他来 是 有朕哪 有朕 有朕 朕 朕 主人 伯王回宫了 听说四殿下受了重伤 陛下勃然大怒 四殿下受伤了 那伯王呢 伯王也受伤了吗 主人是希望伯王受伤 还是不希望 我当然是希望他受伤了 伯王受伤 才大快人心 让你失望了 灯 朕 你 有非常多 如果 你 还将我 不擅长 修人的博王 我还是头一次见的 看来博王 当真把四殿下的命 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啊 只要你能一好四弟 你要什么 本王都如你所愿 这话听着耳熟 我想起来了 你之前让我救马摘兴的时候 也说过相同的话吧 你要我做什么 当然是向我主人下跪认错 再苦苦哀嚼 我家主人因博王两次被关入 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 难道博王就不该有所表示 不必了 不认为博王 若是到时候我治不好四殿下 博王恐怕会怪罪于我 到时候 陛下该惩罚的就不是博王 反倒就是我了 我随你去就是了 好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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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殿下醒了 父皇 四弟不是醒了吗 你来看看 这叫醒了吗 还是半死不活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刀琪 你来看看 是 怎么样 这儿什么时候 能醒过来 回陛下 四殿下的气象血脉 一切正常 但一直醒不过来 恐怕 是患上了 极为罕见的木僵之症 何为木僵之症 本王曾经见过离魂症 是否相似 离魂症尚可复原 可依靠外界的刺激苏醒 但木僵之症不同 木僵之症 如同木之僵化 无法言语 也毫无知觉 更是听不到别人讲话 只能依靠别人 才能行动及饮食 几天前 四弟还昏迷不醒 现在他能睁开双眼 是不是代表他的病 已经有所好转 睁开双眼 只是表现而已 于木僵之人 毫无意义可言 患有木僵之症的人 是触之无感 患之无觉 只能无知无觉地活着 你找到病根 是不是就能对症下药 木僵之人无药可治 只能自心苏醒 但这个时间谁也说不准 有可能是十天 有可能是一个月 更或者 有的人一辈子都醒不过来 父皇 阵阳你有什么用 都是你害的 才让朕的亲儿子 变成了活死人 躺在这儿半死不活的人 为什么不是你 为什么 陛下 是以这次 是非伯王殿下 所能预料啊 是儿臣的错 你的罪何止这些 借兵实力 让马摘兴有机可乘 伤了真儿 准备你 当时 你为什么不杀了马摘兴 替真儿报仇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曝光 他前朝皇女的身份 你是不是对那个马摘兴 旧情难忘 有意包庇他 儿臣只有此心 请父皇明鉴 陛下 伯王殿下本已得手 眼看就能生禽马摘兴 只因 只因那契滩王 突然得知了马摘兴的身份 一力保全马摘兴 伯王殿下 这才错失了 押回马摘兴的时机 当时 如果当时 真的收押了马摘兴 伯王殿下和四殿下 恐怕都无法回来了 就算你无二心 也是有愧圣恩 儿臣 自愿受罚 受罚 你是狼养大的 狙虚蛊 狙虚的皮肉之苦 对你来说简直就是不疼不痒 解不了朕的心痛之恨 若已鞭 斩狼骨花 再行鞭行 可否令父皇消气 陛下 万万不可呀 请陛下三思 死 谁再替伯王求情 朕就一块儿主罚他 伯王 朕就是要你记住 此次因为你的失误 酿成大错 姚姬 被鞭子 由你行刑 姚姬遵命 来人 把伯王给朕押下去 滚 是 何 år天 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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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